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子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 而是靠着出自神口里的每一句话 耶稣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他不但是完全是人 而且是完全是神 但是他胜过试探 并不是因为他是完全的人 或者是完全的神 他胜过试探是因着他抓住神的话语 耶稣他也会累 他也哭 然后耶稣也口渴 也肚子饿 他就像你跟我们一样 但是耶稣却做了我们的榜样 因为他说他是同情 他了解我们受试探的那种苦难 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抓住神的话 知道我们不要活在那种失败的光景里 而是我们知道什么是逃生喜悦 什么是不逃生喜悦 我们自己要知道神的话语 而且我们要谨行祷告 免得我们落入试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愿意 我们有那个力量 求你加添给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过个得胜的生活 不论是我们做爸爸妈妈 或者是孩子 也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要过个得胜的生活 靠主你赐给我们的力量 祷告奉祀耶稣的名 阿们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 因比我 白天太阳不能伤我 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 因比我 白天太阳不能伤我 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我 我 夜里月亮也不能伤我 夜里边 晕